台積電迎來極單 揮答下的 因為揮答想盡辦法 降規版要賣給中國 那據說已經跟台積電下好了 超級極單 而且很大比 台積電的大單是在2024年 明年第一季就要出貨了 那想必這個揮答應該已經是 搞定了美國商務部了 那這個大極單 會為台積電帶來多大的一個注意呢 趕快問世聰哥 對沒錯 事實上前一陣子不是雷蒙多 跟這個黃仁勳兩個人 在互相在這個交火嗎 但是現在根據這個美國媒體 或是全世界媒體的報導來說的話 這個黃仁勳的這個揮答方面 已經跟這個商務部達成 一個相關的這個狀況 也就是說在符合美國的法規之下 美國是可以放行一些 所謂特工的這個產品 那這個產品來說的話 包括說H20 然後L20還有L2 那這個裡面來說 當然美國有一個運算的 這個數字的標準 那要求說你在這下面以下 都可以供貨 那我就講從原本的A100 H100系列 降為A800 H800之後 這個黃仁勳他們又降到 H20跟L20還有L2三個規格 那目前為止 應該是獲得美國商務部的核可 那也因為核可之後 揮答當然要趕快下單 所以聽說最近 用最集單的這個方式 就希望說 你能夠盡快量產給我 那這個時間點 應該落在明年的第一季 那為什麼要這麼快 因為美國商務部 你怎麼知道 搞不好到時候又反悔了對不對 所以趕快能夠生產就生產 下集單應該要比較貴吧 對 當然會比較貴 趕快用最快的數量 中國方面可能也願意用 比較貴的這個價格買 所以趕快能夠有多少 就有多少的一個狀況 所以你看到最近台積電的股價 相對就比較好 那輝達的股價最近也比較好 它又漲到了480幾 距離這個500 又在近在支持 我們看有沒有最近 那這個集單的一個入帳 會不會是在明年第一季 對 應該是在明年第一季 那我們就看說 這個輝達有沒有機會 因為這個題材 有機會做個創歷史新高 當然就有機會 在帶動台灣的AI股 好 我們就講 其實目前為止來說的話 整個這個先進封裝 因為它這個COVAS 是影響整個 這個所謂的AI晶片 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產能 目前為止來說 台積電的產能 是被要求要加速的生產 甚至是連它的供應鏈 目前為止台積電的這個 今年的原本是1.1萬片左右 然後到明年來說的話 應該要增加 月產要增加到2.7到2.8萬片左右 所以這是台積電的這個希望 但是同時之間 你要非常多的產品配合 包括說像這個封裝的 這個相關的基板 或是相關的設備 現在目前都在快速的採買之中 最近最近其實台灣的 封測股也滿強的 包括像日月光 還有台新科等等 這些也都是跟COVAS封裝 有一點關係的 好 那我們就講 事實上以目前的情形來講的話 這個是下面這張圖 是台灣的這個 先進製程的這個表 因為目前為止 先進製程的幾家公司 需要先進製程的產品 裡面來說的話 像高通 NVIDIA AMD Blockcom 聯發科 幾乎清一色 都是台積電最主要的客戶 目前為止 台積電在整個高階產能的 這個市占率還是相當的高 我們看到這裡面 藍色框有兩層 裡面那一層是78 外面那一層的數字是69 也就是說到2022年的時候 我們當時的先進產能 是佔全世界的78 到2025年的時候 可以佔全世界的69 那這裡面有外移部分 外移到哪裡去 美國 你可以看到美國就從0 幾乎增加到12% 所以其實是台灣的 某些高升的產能 移到美國去 再加上美國自己 Intel等等的 還有三星等等的發展 造成了這個 先進製程的這個產能 有移動的這個狀況 不過台灣還是佔了七成左右 還是非常高 這個整個產值還是有擴大 因為產值擴大 然後我們的市占率縮小 但是整體產值還是增加的 然後我們來講 因為中國顯然是這一次 美國要打壓的對象 因為我們剛剛說NVIDIA 自然NVIDIA這次獲得特攻之後 最高興的是誰你知道嗎 AMD跟Intel 因為AMD跟Intel 他們也獲得了特攻 就是說你也可以這個 NVIDIA放行的話 這個Intel跟AMD已經放行了 所以其實上 他們三家公司都是跟進 要去賣這個中國市場 當然中國目前為止 現階段它沒辦法取代你 它就只能夠用這個買你的商品 但是我覺得中國的想法是 長時間來說 它是想要取代你的 所以最近中國的方式是 利用美國現在 它對大部分的 它只有進你最先進的EUV 對於其他部分的產品 它沒有很嚴格的進 所以它現在的方式 你其他東西還沒進的時候 我盡量其他方式要超越你 它就狂買少貨 你看最近一段時間你可以看到 這是日本的統計數字 裡面來說的話 包括你看光刻機的這個數量 這藍黑色的這個柱狀體 你看賣了那麼多 這是中國對外採買的數量 你看增加是不是很快 然後這個比較淺的顏色 是整體半導體買的這個數量 你看買的數量在增加 然後裡面光刻機的數量也在增加 顯見它要擴充整體的產能非常多 甚至日本有個非常重要 叫東京威力科創 就一個簡稱叫東京電子 它裡面來說的話 你看中國產品的占比 原本在去年的第三季是24% 你看今年第三季暴增到多少 43% 也就是說中國是無所不用其極 能買多少 反正你如果多少我就買多少 反正它是不計價的買 目前為止中國在擴大成熟製程的領域裡面來說 其實試占率已經相當高 在這個約莫在2027年的時候 它整體在28奈米甚至更以上 試占率可以來到40% 可能還贏過台灣 為什麼要這樣做 事實上我跟他講 我們目前為止大部分的產品 不需要用到先進製程 如果需要用到先進製程 大概是AI CPU GPU Wi-Fi 5G這些產品 其他大部分的產品 都不需要用到先進製程 所以這顯然是中國的希望 我在先進這個承受製程裡面 我弄得非常大的產能 哪一天我這個承受製程 搞不好技術可以突破 透過封裝或是透過什麼技術 我可以突破 或許我有機會 拉近跟你的差距 所以現在等於是 美國跟中國的想法是不太一樣 美國拚高階 中國拚低階 他有一天希望用數量把你淹死 我什麽不太可以